超特派人帶你來直擊夏季旅遊展 你可以看到 人潮真的是爆多的耶 但是玩歷了日韓 玩歷了歐洲的嗎 很多人想到北韓去看看耶 但北韓怎麼玩才有趣呢 很多人說到北韓 搭火車比搭飛機來得酷多了 旅遊大學 旅遊大學 你看年輕 今年幾歲啊 你覺得呢 大概18歲吧 哈哈哈哈 沒有那個意思 小型的GoPro的機器呢 原本要把門收走 因為他認為說了 裡面沒有開東西 但是他也是覺得 這個器材不准帶進北韓 這個門是打不開的 表示說裡面呢 所有的北韓人呢 他們是無法跟外界有所接觸的 像這樣的小田地呢 裡面都已經有種子開始在播 而不是雜草而已了 而這邊則是呢 最具有北韓特色的 他們那個禮堂 當然關於黨的標語呢 完全不會缺乏 我們在金日成廣場 就是你看到 後面這個每年的金正恩呢 都會來宣誓武力 當時會有大普洞飛彈 從這邊不斷經過的閱兵台這邊 漫步在平壤大街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外國公安課 也是外國的記者 自由度極高 你可以看到我背後這邊呢 事實上呢 這一群的青年學生們呢 他們是為了今年九月 所謂的阿里郎表演了 原來他們早在現在喔 這個五六月的時候 已經開始 祕密的苦訓了 這位的北韓姑娘 周杰倫是她最主要的偶像 她還為了她去說中文 你看她現在唱 周杰倫的安靜 你看喔 在北韓的Candy裡面 可以唱周杰倫的安靜這首歌 這裡呢 是平壤地鐵的復興站 很多人都看過 這麼美人美奂的暫停結構 但是大家好奇的是 這個平壤地鐵 到底都是誰在開車呢 你能看到我們辛苦的駕駛員 就在這個小小的機電車廂裡面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西瓜 台湾沙拉 現在我人在這個所謂的 飛舞庄區裡面 也是38度線的界線 但是這邊呢 現在呢 少了一點怪獎性的 但多的是像這樣的小店 隨著便便這邊 一天都可以擠進了 一兩千人左右 到這邊來看這個 軍事分界線的狀況 這就是所謂的金剛門 是由這個峭壁所構成的 走過這樣子的暗暗的山洞 爬著樓梯走上來 後面這邊呢 這是相當漂亮的小橋流水了 這裡是北韓呢 未經開發 而且沒有受到汙染的 雪白的沙灘 你可以看到 這個細沙這樣子 摸起來十分的舒服 這樣子的路面呢 如果說對於未來的景震燈 要來沖廣觀的話 是非常的不利的 坐在這個椅子上面呢 假設說我是瘋瘋瘋瘋瘋瘋瘋 好像喝水 你才看到呢 這樣子喝水之下呢 你等一下每張都小心 不然否則你小心不小心呢 這個水呢 快點水水平呢 它會整個這樣 就像這樣子 整個翼的出來 在2018年的現在呢 像這樣的小店 越來越普及了 搶經濟拼經濟 雖然說現在目前呢 在北韓裡面呢 朝鮮幣 我們外國人是不允許擁有 不允許消費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靠手邊拿著這樣子 人民幣 他們也樂於收人民幣 他們沖經濟拼光光 這一招好像還滿管用的 在北韓